二月二十号尊敬的战友们好 尊敬的战友们好 昨天这个墨镜把我照了几个 这个锻炼的时候的照片给发出去了 然后呢很多战友这个发信息 给我昨天晚上 这个说啊七哥 这个你健身啊怎么样 肌肉啊怎么样 很多建议啊非常非常感谢 七哥对待健身的态度 也和一般人不一样 我不希望这块多出两块肉 这里多出好多肉 然后腿上多很多肉 当然了我最要的目的是 不要肚子这块多出这块肉出来 我也不想任何地方多出几块肉出来 我也不希望我身上任何地方 因为多出几块肉 为了保持几块肉我锻炼 那不就叫累赘吗 是吧 这么大个肚子也是累赘 是吧 这块长好多肉那也是累赘 但是呢 我为什么我把这个累赘拿掉了 我又多了几个肌肉的累赘 我不愿意啊 所以说你看到我健身啊 练这个平衡 我练的是呼吸啊 我练的不是那个 这块肌肉 我只让它有肉 很健康啊 我不要任何多出来的 不管是好的坏的 多的我都不要 上星期吧 然后呢我们的一个老员工给我发信息 郭先生你看看攀骨龙头这样了 然后说啊然后你看看你家这样了 然后头两天就说你看这个地方被拆了 然后还发了照片 哎呦七哥我心疼啊郭先生 我要有一点感觉都不叫郭文贵是吧 我告诉他 我说比比中国人那已经没有命的 像刚刚过世的周永刚 像那海航的王健 陈坟是吧 都偷了些子宫的主 董洪 王立军 是吧 是吧 傅政华 是吧 多了 还有多少都数得完吗 上百万个家庭 家破人亡 欺离子善 是吧 连祖坟乌越温海都给你挖了个球子了 是吧 放下 放下 你是最大的快乐 就像我们的 这个刚刚昨天我这个路的香港的这个警察 放的我们战友 他说只有到了美国他才感受到 他说七哥你所有说的话我跟了你几年 我这真的知道放下以后的快乐我就觉得心生了 他说过了海关出来以后他说我不抽烟的人 我向旁边的人淘了颗烟 他说抽着根烟 他说这是你嫂子这么多年没见过我抽烟 他说我深深的抽就差不多抽迷糊 他说感受了这个整个美国自由的空气 没有那种压力 他的这个 弟媳妇提前两年来的 来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现在已经是什么病都没有了 而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心放下 天天害怕人家抄家 因为他当官嘛 是吧 天天被人家抄家 天天被抓起来 担心自己的丈夫 担心自己的这个丈夫的家人 最后提前出来了 最后这一家人就出来 是吧 人家都是在美国很早家里都是移民 提前出来了 但是共产党 让所有的人就是城上叫人矿 一层又一层的给你加上各种压力 房贷车贷 然后什么养老也没保险 白发抗议白纸抗议 反正不管你怎么折腾又没了吧 因为他有枪 因为他把握了整个媒体的控制的所有的权利 百分之百 他可以绝对控制媒体 让你相信不应该相信的事 相信根本不存在的事 让你忽视掉根本 应该你必须知道的事 或者让你必须知道事 不让你知道 这就像健身一样 说这块多两块肉 卡 那到哪去还得卡卡是吧 然后腿上 我不需要啊 我就是你看我的腿多健康现在是吧 多健康 我就要这种感觉 好的坏的我都不要那么多 所以人生脑子内心真的能放下 不要给自己的身上生活中加这么多累赘 一正一邪 正邪之间只是一念之差 所以说 头两天一位体制内战友说 七哥 我这算不算怎么着怎么着呢 我告诉他 我正邪之间一念之差 如果你选择了新中国联邦这条路 你就可能彻底的让你放下 你所有现在的累赘 甚至你可以叫他失去 但是你拥有一个绝对的未来 如果你不去放下现在你生活中所拥有这么多物资 秘书啊 什么警卫啊 司机啊 是吧 天天可以双修别人啊 还有藏着那几十套房子啊 银行那床子十几亿贷款啊 你会跟那些东西存在的 你可以在恐惧中 直到你被抓 直到你死去 直到你癌症吗 这就是你的选择 所以这几天国内经济蹦爬了 是吧 还能让他冲大头算呢 是吧 到乌克兰 还柏林会议 王毅还调停乌克兰 你知道人家乌克兰 还有那些外国欧洲的元首 见过王毅 这些之后是什么吗 王毅面容憔悴 就是打起精神来 打了那种马飞针的那种 硬撑着大国的气派 然后一看镜头 马上来精神了 没镜头的时候 给人家哀苦哀求 我们要和好啊 我们要做交易啊 我们要做生意啊 你们不是这么搞啊 我们是私下里面支持你们的 然后一看有镜头 你说 你说你说 所以说所有欧洲人才学会 他说他们真是纸老虎啊 他们是细子啊 然后欧洲某国的人问王毅 说现在中国经济怎么样啊 王毅就跟他趴这儿都说实在不好 真的不好 咱们大家都不好嘛 所以咱们要做生意啊 这是个机会啊 我们改革开放啊 他说到讲话的时候 他说他就开始了 唬唬唬唬唬就开始了 中国经济最强大 中国经济最强大 你没有不要失去这机会 这就是威逼利诱 灯眼说瞎话 然后呢有人竟然大胆问王毅 马云是怎么回事啊 某国 结果王毅 看看没人 说你不要掺和这事 马云的事情是政治 咱们是老朋友了 不要这么说了 马云的事是政治 因为这个国家 现在是把决定马云 要不要住在这个国家 这哥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马云就在他的国嘛 你看看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 永远不知道的 这就是七哥几十年 跟着共产党在一起 看到共产党真正的嘴脸 就你看到电视上 报纸上 所有的演讲台上的官员 和那抓起来的官员 和抓起来以后的官员 和抓完之前 抓完之后的前几分钟 不一样的官员 完全是 你完全想是一个魔鬼 和菩萨之间的差距 和佛祖的差距 没抓之前都是佛祖菩萨 抓完以后全都是魔和魔鬼 现在经济都那么差了 现在各大银行 连抓家谱 现在整个经济上海广东 横扫一片 上星期听说抓了一批啊 就入金锁了 还有这个马云的人 还有这个马明哲的人 还有这个老招商银行的一批人 抓了一大批 全部给关在湖南去了 在湖南的这个双规地点 一部分压到了北京 据办案人说 这真是大脑袋啊 习死黄同志亲自批示 亲自指挥 说一定要挖出金融的砂数 因为什么 习死黄根本不懂金融 他以为所有的金融就是银行 这个就搞股票 所以说他的批示当中就很多荒谬的地方 要查这个要查那个 他把美国当成他的领土了 说要到美国把这弄回来把那弄回来 他完全没有概念中美之间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呢 头两天实际上都知道 拜登总统一定会去乌克兰的 根本不是去波兰 波兰就没有呼应的说你访问波兰 因为拜登总统要到乌克兰去搞一下子 让大家注意到他去访问乌克兰了 然后呢 国内的这个气球事件就没了 所以习的批示 气球事件不重要 现在重点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金融所谓的 这些老鼠们的钱给弄回来 又到美国到欧洲把钱弄回来 所以你看到他没有 他把中美之间最大的事气球事件没但回事 而他把弄钱当成最大的事 他现在已经混到路大脑袋的级别了 所以这些人说办案的事傻了 抓那么多人洗大脑袋 不要关注这个气球的事 关注要抓这个国内的这些生鞋家 关注抓这个这些这些金融的贩子们 哎呦我的妈呀到时间了